各位同學我們今天來上我們的第二課 在我們上第二課以前 我先一樣跟大家介紹一下 課程講義 到我的網站上面 點擊連結就可以得到 這是四張節課的錄影 如果你想要複習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今天來上我們第二課 我們第二課 跟第三課 他都還是在教大家先基本的熟悉一下程式語言 不過我再強調的是 我們教大家程式語言的目標 並不是在你真的要學會怎麼寫 我們只希望 至少我在執行這段程式語言的時候 你完全沒辦法想像我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這節課 後面教大家的某些數學的解法 是需要求靜式解 靜式解沒有辦法像代公式那樣子 把公式背起來就求了 他需要用電腦來解 靜式解有這個特性 所以說 如果你完全沒辦法想像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的話 你的理解就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前面只是教大家熟悉而已 不用到學會 大家應該聽得懂那個差別 首先 上一節課我已經教大家如何讀檔 所以這節課的讀檔我就不另外示範了 請你下載資料 這裡下載 下載完之後把它放到正確的位置 放到我的文件下面 然後打開RStudio 你應該就可以看到檔案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 檔案在這裡 檔案在這裡的話 你只要在那邊看得到你的檔案 接著 你打這一行 他就可以直接把讀進來了 讀進來以後 他在這裡你會看到 這個檔案 這樣可以吧 接著我們就來 做一些簡單的學習 上節課我有強調說 這個 一串英文字 然後配上個小括號 它就是函數的意思 好在這個阿源裡面 有 你應該會想要做很多 假如說取平均值 或是這個 開根號我們已經學過了 SQRT之類的東西 好 那 這個幹嘛 好 這個開根號之類的 我們這些已經算過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平均值怎麼算 就是 呃 我們這個 Data裡面的Edge 這個 這個意思是Data裡面的Edge 這個我們 上一節課 呃 教大家算這個 就什麼 呃 比較大的時候 已經教大家這個方法了 對不對 這樣我們得到的是一串 數字 對不對 好那我們用 這個 這個函數 把它合在一起 直接按Enter 你就會得到 呃 61.14 這就是 這一堆數字的平均值 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應該蠻容易的啦 好 當然 呃 有一個參數啊 叫做 NA.RI 我們試一下 我們先算PR的平均值好了 你會發現它算出來是NA 對不對 為什麼咧 這是因為PR 有一些 Data 它是有NA的 那NA加 平均值怎麼算 你們應該知道吧 就是 所有的五千個數嘛 對不對 五千個數加起來 累加起來 都除以五千 但是因為裡面有一些NA 裡面有一些NA 加了某些數字是NA 這樣是不是 呃 你就會 你如果 100加上NA 這樣你得到的結果會多少 你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就會NA 所以你 所有加起來的數字裡面 裡面只要有NA 它加起來就會是NA 所以 你必須下一個額外的參數 就是NA.RIM 就是 你把NA給REMOVE 這樣你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那個東西 好所以這樣知道為什麼這裡要下一個這個參數了 好 那我們接著 呃 你要算標準差勒 標準差的那個簡稱就是 Standard Standard deviation的簡稱就是SD 所以這個應該蠻容易的 好 接著Variance 好 這邊 我就不帶大家示範完啦 好不好 這邊就是 告訴你說 欸這個 如果你想要得到 一些 什麼平均數啊 標準差 便利數啊 或是中位數 或是這個百分位數 或者是這個最小值最大值 其實你都很容易可以得到 好 這樣應該可以了解 對不對 好 這邊真的不是很重要啦 你忘記了這段語法也沒有關係 雖然它很好記 你忘記了你就回來 這個 上課獎一直都在吧 你就回來抄就好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我寫程式的一個就是心得 就是有時候啊 我們要記得每一個函數 或是哪一段語法可以拿來做什麼 這很困難 很困難 非常困難 我們的記憶方法通常是 欸我曾經做過這件事情 所以我可以去那個我曾經做過的地方 去把那段語法抄下 然後再根據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改一下 好我上課獎益 我有時候也會抄下我的上課獎益 因為有時候我太熟悉 我忘記了 太久沒有用 就回來這邊抄下語法 然後再改一改這樣 那我上課獎益一直都在 所以說大家可以記得 就是你的第幾課 你第幾課好像有上過什麼東西 你可以去那邊抄 這樣會比較容易一點 好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欸這個 剛剛那些是 連續變相常用的一些方法 連續變相就是一堆 而直率就是負線大到正負線大 就是這個範圍這樣 實數率的所有數字 好接著類別變相就是 它實際上 實際上是一個就是 男生或女生這樣的一個變相類比 我們能夠用的統計方法 是類似Table這樣的一個函數 你可以去統計 女生有幾個男生有幾個 好這應該很簡單吧 那我們前面有交過這個Data裡面 有一個就是Rhythm Rhythm這個東西 就是它某種特別的波形 好那有了這個Table 這個Table這個函數 除了可以拿來做 一個變數的一個函數 就是 你去問它各有幾個以外 你可以把兩個函數合在一起 兩個變數合在一起 這樣的意思就是 沒有病的 Females總共459人 沒有病的 Males總共703人 有病的 Females總共247人 一直在推下去 好你可以用 prop.table來算 這個Table裡面的 Proportions prop就是Proportions的簡稱 好這個函數 只能拿來用在Table裡面 用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樣的 這個Data裡面 女生占43.4% 這個是不是蠻快的 這個數字怎麼算出來 很容易嗎 這個數字除了兩個 兩個人加在一起 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 你也可以把它用來做 Cross Table 這個 好我們得到了 這個比例分別在多少 可是有時候你想要的是條件機率 你想要的不只是 全部加起來是1 你想要的可能是 這樣子 Males Females裡面有百分之幾的 有病 對不對 怎麼下指令呢 這邊下一個 1 得到了 看到了嗎 這樣這邊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對不對 那如果想要這邊加起來百分之百 下一個條件2 好這個 1跟2 這邊1跟2 這個參數指說 這是第幾個維度 數據的第幾個維度 第一個維度就是Raw 第二個維度就是Column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這個我想就是 你並不需要特別去背它 你只要知道它有這個功能就好 好 接著我們 就是 接著我們 這個 再教大家畫圖 這個畫圖 這個就更簡單 這個 直方圖 直方圖 你根本就不知道 從 打這一行為什麼右邊會出現這樣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這個過程 你只需要知道這個 你想要畫直方圖的時候 就打HIT 結果不出來 好 我就 這個 我沒有教你們說這個 裡面的原理是什麼 你只要知道 這樣的圖就是直方圖 直方圖你需要用到HIT這個函數 為什麼是HIT呢 因為直方圖的英文名字 比較Histogram 這樣可以了解 好 那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核須圖 核須圖就是BoxPlot 好 BoxPlot出來大概就是講這樣 我剛剛忘了講這個圖的邏輯 這個圖就是 20歲的 總共20到 你這樣稍微看一下 20到40歲總共會分成4格 對不對 所以 每格大概是20到25歲 25到30歲 30到40歲 35歲 一直類推 20到25歲 大概100多個人 好 你看看分佈 你大概可以很快看到 最多的是60歲 60歲上下 這樣可以吧 這筆Data裡面 大概長這樣 好 核須圖啊 這些線 我來跟大家講 這條線 這條線 是中位數的意思 這兩個線是 第25百分位 第75百分位 第幾百分位 這件事情 你們應該知道是什麼意思吧 好 你知道吧 你們考學測的時候 能夠進來 醫學系的 通都是各科定標 對不對 定標是87.5百分位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那 這一條線 跟這條線 是 75百分位 跟25百分位 它 他們兩個的 Difference 叫IQR IQR 這個就是 1.75 1.5個IQR 往上漲1.5個IQR 這邊就畫出一個邊界線 為什麼要畫這個線呢 因為在核須圖裡面 如果有一些outlier 他超過這個範圍 他就會用點的把它點出來 我們現在來找一個 比較容易有outlier的Data好了 OK 看到了嗎 他超過了這個範圍 1.5個 他就會用點的把它點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接著 這個圓柄圖 圓柄圖就是 百分比 的意思嗎 這個 Stamid 總共大概百分之 這樣看起來大概百分之二十左右吧 那 這裡大概百分之十五 剩下的全部都是 那Stamid KMI 這樣可以了解 好 我們繼續 長條圖 長條圖跟這個 PyChart很像 他只是把它變成用直的 然後去顯示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個數 這樣可以了解 我的意思嗎 好 那這個 你學會畫圖以後 我再教大家 你那個圖畫得不好看 我們再來畫 畫得更好看一點 就是你可以 給他一些參數 Color等於 Red Color等於Blue 一直推下去 好 我要先介紹一下 這幾個函數 好 這個 第一個函數 你現在看著你右邊的圖 第一個 這個 語法 按下RUN 它有RUN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任何改變 沒有任何改變對不對 好 接著我們再執行這行 這行 你有沒有發現 它不是畫在這張圖 它畫在左上角 對不對 好 所以你這樣知道這行什麼意思 它是說 請你把跨部割成二 那我現在要這個 就是 第一張圖 它就是按照 左上 右上 左下 它就是按照 先把這個Raw填滿 第一個Raw填滿 再填第二個Raw 一直推下去 好 執行這行 這樣 這樣大概可以了解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好 這個畫圖這件事情 你不用知道說 為什麼 這個 就是 它實際上 怎麼畫出來的 這個我們其實不用了解 我們會解圖就好 之後 如果我們在分析我們Model的Performance的時候 我們這節課是機器學習的專法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之後要做出一個AI Model 讓你丟出一些數字 然後我們可以預測什麼 那個什麼 預測是不是AMI 預測這個 假例子濃度多少 等等 對不對 我們要看它的Performance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畫 當然不是畫這些圖 等到我們學到的時候再跟大家講 我們 就是 我們只需要知道說 我們這個 丟了這個語法 圖就出來了 原理我們就先跳過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 這個 如果你喜歡這個圖的話 你可以在這一段畫圖的語法裡面 用這兩句語法把它夾住 這一行的意思是開一個畫布 這個畫布 大家看 大家看我在下這一行指令的時候 我先把它清空 我在下這一行指令的時候 你會看到在files這裡 出現了一個 plot.plot1.pdf的檔案 它現在的大小是0b 0個byte 接著 當我執行完這四行的時候 這四行我就執行這裡好了 我執行這四行的時候 照道理我plot這裡應該畫圖對不對 結果它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你打開了一個pdf檔案 你這一些圖其實是畫在這個pdf 它現在還是0b 那是因為我還沒把它存起來 它現在是一個暫存的狀態 當我打下dv.offf這個檔案之後 你看到它的大小它變大了對不對 你現在點開它 你就會看到這張圖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這就是如果你想要把圖存到外面去 你需要用這兩行之類打開一個pdf 當作你的畫部 接著你在上面畫畫把它關掉 這個檔案你就可以留下來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下練習衣好了 這個就是單純帶大家了解這個語法 練習衣是這個樣子的 請你畫出一張這個圖 你發現這個圖我前面沒有教對不對 這個圖顯然它是一個和須圖長的 所以應該是box plot對吧 長得很像 可是有一個地方有差 這個box plot它不是每次都只能畫一個box嗎 可是我這裡看到兩個box 而且這個兩個box看得出來是一個條件對不對 LVD等於0的時候的box LVD等於1的時候的box 顯然這個是edge對吧 那我要怎麼畫呢 我不知道對不對 好所以我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你至少知道它是要畫box plot對不對 所以請你按helpbox plot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不是有這個 這邊是不是右邊是你的box plot的說明 它就說明 好我有沒有 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請大家不要看這些參數 看這些參數沒有人看得下去 所以請你到最下面這邊有example 這邊有example 其實一行行是 按下enter的時候 你發現這個不就是我想要畫圖 有點像那個感覺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喔原來它是這樣下指令 這個 你必須去一個一個研究它裡面的參數是什麼 這邊你大概看得出來它有一筆data叫這個名字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筆data 這筆data裡面有兩個 喔原來這兩個東西 它把它放在這裡 這個data裡面有兩個variable 然後它把它用這種方式來畫 這樣它了解我的意思 好那接著咧 我們來看這一行跟這一行比 哇它把這個圖又做了一些改進 好我想要帶大家試說 請你試著畫出這張圖 請你試著畫出這張圖 這張圖有包括很多細節喔 包括這邊會有個title對不對 這邊會有一些名字對不對 請你畫出這張圖 從這裡找語法 然後試著把它apply到你的data上面 畫出這張圖 我們可能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 如果大家覺得很困難畫不出來 好那去看後面 後面有解答啦 可是你看到後面的解答 就失去那個就是從語法 就是從範例語法 然後套到自己sample的這個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機會 好我們兩點的時候來檢討 好各位同學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做不出來 其實不用太難過好不好 就是這是我們熟悉的過程 那第二課第三課 包括前面的第一課 都在讓我們學習 就是了解程式語言 那你學習的這個就是深度 跟你這節課學不學的會 就是其實有相關性 但是沒有那麼強 為什麼咧 就是你的數學想像力很好 那你程式其實不太用寫 你一樣想像的出來那個 到時候我們在囚禁自己的那個過程 那如果你數學想像力沒有那麼好 那你需要程式輔助 那程式學的好會幫你 所以這兩件事 所以就是這邊如果你學不會 對我們後面的目標沒有影響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題 到底實際上我們要怎麼做啦 我們要學會模仿 那我們模仿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應該已經發現了 就是這裡 這是一個Data對不對 我剛剛有做很完整的提示 這裡是裡面的 某一個我想要讓它畫圖的變數 對不對 所以實際上 如果我把這裡改成DAT 這裡改成Edge 這裡改成LVD 其實我就已經畫出一個 跟剛剛差不了多少的圖文 對不對 問題只差在顏色 我怎麼改咧 我們仔細的往下複製很多參數以後 你會發現 欸這裡有一個 參數很多的 對不對 你會發現 這裡有個MAN 好我直接跟大家劇透啦 這個我們先畫這一張圖 你會發現 這個是不是出現在MAN XLAB 是不是出現在這裡 YLAB 出現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個XLIMIT YLIMIT 所以說 的話我們大概可以 接著你要拼出這一段 大概就沒有那麼難了啦 這樣可以嗎 就是你找到 你的範例裡面的 語法參數 我跟你講 我跟大家講喔 你在上面找 這個 你在上面找 欸你這個什麼XLIMIT YLIMIT 你在這邊其實反而是找不到的喔 欸你會說說明文件怎麼寫的這麼爛 叫你們來寫的說明文件大概也就這個樣子 你們會覺得這是常識的 你們就不會寫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說明文件真的 你去學程式語言喔 看說明是沒有意義的 看範例有意義 但是看說明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說明一定不完整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那我們 你這樣大概看得出來 這一個 這串句法大概意思是什麼 就是 我把這些 就是 顏色就是 blue跟red 然後 ylab edge 放在這裡 xlab lvd 放在這裡 man 放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以後想要畫一個類似這樣的 可以直接抄這串句法 因為你記得它了嘛 對不對 好 那以後你畫起來就會容易很多了 OK 好那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來換下 下就是 下一個小節 好那我們剛剛教了如何畫 什麼 何須圖啊 什麼這個 這個 就是 直方圖啊 長條圖啊 或是圓餅圖啊 那我們現在來教大家一個更常見的圖 叫三部圖 這三部圖可以幫助我們觀察兩個連續 變相他們之間的相關性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畫一下 我想看 edge跟rate rate是我們的心跳次數 年齡跟心跳次數有什麼關係 我們這樣畫下來之後啊 我們會發現 欸這個你看得出關聯性嗎 你看得出關聯性嗎 有點困啦 對不對 這個到底年紀跟 年齡越大 心跳會越快嗎 還是年齡越大 心跳越慢 從常識上來講 年齡越大 心跳越慢 對不對 你們有一些基本的生物學的常識嘛 應該 就是 年紀越大 心跳應該越慢 對不對 但是這個 目前是看不太出來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 教大家怎麼去看那個相關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呃 你說第19個pch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啊 他改實行點 對不對 那我們改20 欸 好像變小 點變小了一點 對不對 21 欸 21跟 沒有下 好像意思是一樣 22 喔 這個 方形的 方形對不對 好 來這邊有個對應表啦 大家自己來看一下對應表 以後想畫什麼 就是想畫什麼造型的自己來看一下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接著 呃 我們學會這個以後 我們就知道這個 呃 你有很多參數可以下 對不對 好 接著我要教大家來自由一點的畫畫 那自由一點畫到這樣子 來 大家看一下 這一串雨髮 我們先把它貼在上面 好 直接弄 我們最後 我們先 這邊五行程式嘛 我們先直接看最後 最後我們畫出來的是 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 折線 對不對 好 那你應該有一些基本的感覺吧 這個 這個應該是X軸 這個是Y軸 好 你看喔 12 12在這裡 好 接著 49 是不是往上 接著 67 往右 然後7 這個會比9低一點 對不對 所以他畫出來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這些 這個X 這個X跟Y的序列是我指定的 好 接著 這個 這邊意思就是開一張新的畫庫 這邊意思是 請我指定我的X的Range跟Y的Range是多少 0到10 0到10 你這邊可不可以把 這邊是0到5 可以 那你這個點是不是會超過 我們來看一下 畫出來講怎樣 看到了吧 你畫不完 他超出了邊界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接著 你如果 我現在覺得 我不要按照順序 我不要147 我174 可不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 欸 他回頭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 他是在做什麼事吧 所以 這個LICE 這個語法 其實就是照著你X X跟Y的順序 去畫線 就是這麼的簡單 好 接著如果點夠密啊 我們來看一下 Z是 Z是什麼勒 Z是0 然後0.01 0.02 一直到10 這樣可以吧 好來 我們把所有的Z 都經過賽函數之後 賽函數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0到1之間 可以接受吧 好 0到1之間 再過一口賽函數 Y 接著我們把畫圖 欸 我們可以畫出圓 欸 這個圓 我現在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今天都還沒有加分 加到 來請問一下 這個圓 這個圓的半徑是長度多少 你們讓我回答 按照我們剛剛的語法 這個圓的半徑長度多少 有這麼難嗎 隨便拆個數嗎 你很想拆對不對 來 拆個數 1 很好來 加1分 把自己的那個打在群組裡面嘛 學號打在群組裡面 你還沒有群組 你在群組 好等一下 等一下加到群組啦 好不好 那個加到群組之後 打自己的學號後面打加1 這樣就知道了 好 這個 很容易吧 你們看得出來吧 就算你們看不出斜線 你們也看得出來 這個不是 口塞跟塞函數就是介於正負1嗎 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問下一個 比較稍微難一點的問題 為什麼我這樣就可以畫出一個圓 你們看到了我是用塞跟口塞 為什麼我這樣就可以畫出一個圓 來有沒有人要回答了 我們這個大學生們努力一點嘛 對不對 我們不要為難研究生啊 你們離高中比較近嘛 對不對 有沒有人要講話 為什麼這樣可以畫出一個圓 你現在跟我講的結果 我要講的是為什麼 你可以從塞的定義跟口塞的定義來講 好你加0.5分啦 還是你要補 你要補 我已經給了提示喔 你可以從塞的定義跟口塞的定義來補 去想 好沒有來請講 單位 單位員 你這個有人聽得懂嗎 你可不可以再講清楚一點 我覺得你應該知道塞跟口塞的定義 但是 但是你應該講快奧 可是你講單位員大概 過於簡略這樣子 你要不要再講清楚一點 有一個圓 你看的課本跟我們 我沒有辦法想像你看的課本長什麼樣子欸 你現在 那不然我們給你一點提示好了 你都 你是要舉手是不是 好那你就 加0.5分啊 你等一下自己再去 來你講 塞平方加口塞平方等於1 塞平方加口塞平方等於1 唉唷好啦好啦 我們 那你也加0.5好了 欸等一下你要講話啦 啊 陳語參與還是更簡略了 你極座標 你淘汰把個 極座要方程式給我講出來吧 那你也可以說 對 好啦好啦你們都加0.5分 你們自己講 好啦好啦我們 你們都加0.5分 你們等下自己報啦 好不好 那個 誠實一點啦 那個沒有報的 那個沒有回答的 然後結果放上去了同學 人互相檢舉 阿 好不好 檢舉的加1分好不好 但是你們不准 那個 你們旁邊的人說 我扣0.5加到你1分可不可以 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 好 那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這個 我們都知道如果你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樣子 我現在這樣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好不好 我這樣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這個 這個邊 是分母 對不對 分母是固定的 這個不就是 這裡不就是這個 Sign嗎 這裡不就是Cos 對不對 所以說 你的每一個坐標 你的這個是固定的 對不對 你這個是固定的 那你的這個 你的 X坐標跟Y坐標 你就一定是Sign跟Cos的組合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把 Sign跟Cos這個 我如果 我不是隨便兩個三角函數就這樣配起來 就是剛好就這樣 那是因為 Sign跟Cos的定義是這個樣子 好啦 那我想要聽到的答案是這個樣子 可能有人覺得 剛剛講的極坐標這個 咦 我只是沒有講錯方式啊 應該也是對的對不對 好啦 那個可能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 就加0.5啦 好 那 所以這個 呃 就是 我在這邊只想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數學其實不是重點 就是 你 你不能說以後 這個 我說我要畫圓 你就只記得 我用Sign跟Cos可以把圓畫出來 而我的重點是 今天 這個圓怎麼畫出來 是很密的點畫出來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個很密的點可以畫出圓 因為它滿足 剛剛我就是照著圓的方程式把它畫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 大概 我想重點 我想要表達的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現在 接著我們再教大家做這個 這個 線性回歸 線性回歸的這一個 函數是LM 這個 我不教你們也不可能知道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線性回歸的LM 你看到這個Model 擷距是78 斜率是0.1 對吧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X是H 對不對 Y是Rate 對不對 所以 年齡每上升1歲 心跳上升0.10下 對不對 Bestline是78下 這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不過這是病人的資料 反正就這個樣子 好 來 重點在這裡 我們現在如果想要畫同的話 好 我現在開放一個這個 我現在開放一個加2分的這個題目 好不好 來 這個只能夠有人回答 我正要亂玩 請那個人解釋一下這邊 這四行分別在做什麼 來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沒有人 有這麼難嗎 有人想得到嗎 不要 那個 回答的沒有加到2分 也是至少會加個0.5吧 你不要 你要跟同學講就跟我講就好了 要不要講 不要 好 來 好 對 很好 來 繼續 就把所有畫出來 重點 這一行 這個是線 看得懂這個英文吧 對吧 把線畫出來 把圖畫出來 對不對 好啦 還是給你加個2分 好不好 我們鼓勵你這種 在這麼危急的時刻 這個讓我畫講下去啊 不過他講大概是對的 對不對 因為畫圖的原理就是 這個 當然就是 這個點 是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數據決定 但是重點就是把圖畫出來 再把線畫出來 對不對 那線是那個線的 要怎麼畫 我現在如果直接看到這張圖 你一定會告訴我 這條線就是回歸線 這條線是趨勢線 或者你叫它趨勢線 但是這個趨勢線是什麼 這個趨勢線就是 0 應該是有一個點是10 那10在哪裡 10在這個圖的外面 大概在這裡 對不對 150在哪裡 大概在外邊 這個真的是超出螢幕了 對不對 他就是把這兩個點連起來 連成一條線 所以你看起來就有點像 無線眼神的感覺 實際上它是有線的 可是你看起來很像 無線眼神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 我想要跟大家表達的是 今天 你要畫圖 其實你看到圖 看起來好多個元素 其實它是一點點的反上去 所以其實 你如果回答 把圖畫出來 把線畫出來 應該也是可以 這樣 當然就是 你又講了更多細節 所以我覺得只兩分 好不好 好來 當然有另外一個函數 叫ABLine 這個比較快 可是我直接教你們這個 然後你們就只記得畫 趨勢線要用ABLine 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所以我會教你們 用上面的方法 把圖畫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Model 這個Model 如果我們打 class這個函數 它會告訴你 這個Model 的屬性叫LM M是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有一個函數叫LS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 Model裡面有好多東西 還不記得 Data裡面 也有好多東西 對不對 我打前號的時候 裡面有好多東西 我打Edge 它會教出Edge Model 我如果打前號 Assign 他就會 這個看不懂 不知道 沒關係 裡面有很多東西 裡面有一個到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就是係數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那個鬼鬼係數 被我叫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就是可以把Coefficient拿出來 我們就可以 第一個跟第二個 我們就不用用打的 用打的好麻煩 我們要先print出來 然後把它打起來 對不對 這樣子是不是這串語法 就 自由度就高多了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現在來看這串語法 看起來好像只有換兩個地方 換兩個地方對不對 好 前面來 來這裡 好 那我們現在是這樣子 是不是下去 是畫Edge 跟CodeRate 對不對 接著我把Rate改成PR 這裡也改成PR 啊 YLab當然要改成PR 你看 是不是 全部被改掉了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好 所以這樣知道為什麼 我要用這個 就是我要用這個東西來取代了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出了一些問題 這個 我忘了加一行啊 所以這個圖 這個沒有改 我沒有 我Model做完之後 我要把Model裡面的Coefficient 變成COEF 下面才能夠繼續做 好 重做一次 好這個線應該畫在這裡才對了 對不對 剛剛線畫起來怪怪的 好 那這個 我們這樣了解了以後 而且 我們 了解到這個 圖啊 如果你想要畫好看的圖 就是 先畫一個底圖之後 然後 再把線加上去 再把點加上去 再把什麼東西加上去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來加上去 如果你想要加字 你要用Text的函數 我們這樣子應該看得出來吧 第一個參數是 E0的地方加上A 01的地方01就在這 01的地方加上B 以此類推 Text的函數就在做這件事情 好 接著 Point這個函數啊 就是拿來 加點 你可以加pch pch pch就是 你的這個 1到4 p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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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加在一個特定的位置 比如說00 Polygon可以幫我們畫的多邊形 現在我要出淵氣 請你試著 先畫一張圓冰圖 你畫一張圓冰圖會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原始圓冰圖 來 這個不同人數的Gender 分別是211722828 可是這裡沒有 這是我希望最後的圖 長成這個樣子 請你試著畫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差別在哪裡 跟這張底圖差別在 第一個 小寫改大型 但是這不是很重點 重點是你要加字上去 你要怎麼加字上去 我直接跟大家講 你是沒有辦法 你是沒有一個參數可以加字的 所以你必須把 2172 點在圖上的地方 可是這個座標在哪裡啊 不知道 嘗試一下 看看你有沒有幫他找到 你這樣才有辦法把字上去 還有 加這個title大概沒那麼難 前面有參數了 好好嘗試一下 我們兩點半的時候 來這個 就是來揭曉答案 好那我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就是 你有沒有成功畫出這張圖啊 其實 你有沒有成功畫出這張圖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啦 好不好 就是 但是你要對 所以 語法 的解釋 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 之後 我們要實現數學求解的時候 需要用到程式 那如果說 根本就不知道我現在 現在這一行在做什麼 那你就很難想像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用help 應該可以找到一些參數啊 你可以找到一個參數 這個labels 那這邊打了以後 這個名字就會改掉 並且這個 就是 你如果要加那個title的話 大概也不會太難 你看這邊改掉了 你看我這邊 改成123 上去就會是123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接著你要把字加到這裡 對不對 字加到這裡稍微難一點點 那 你需要知道 我不知道這裡座標是多少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可是我會加字 那我加text 好假如說 我就加說 0 好 0 那我們就叫他test1 好啦 欸 你看到呢 這邊是不是出現test1 可以吧 好那我稍微試一下好了 0 0.1 它是不是往上了一點點 好所以我們大概 感覺一下 是不是在這裡大概可能-0.1 0.3之類的 可以吧 -0.1 0.3 欸 欸 -0.1 哦 -0.1 -0.1 -0.1 0.3 好像有點問題 那我們就0.2 0.3 好啦 這樣是不是差不多對準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所以你大概稍微試一下 這邊可能就是-0.1 0.3 之類的 感覺啦 好那 我們就直接看實際上我們用了多少 真的是0.1 0.1 0.3 然後Color等於White Font等於2 這個是text裡面的參數啦 就是說這個出體 這個有沒有弄到大概沒有問題 好所以說 我們來試著解釋一下這幾行 這一行就是把圖畫出來 對不對 把字打上去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可以嗎 那 所以畫出這張圖的整個邏輯 你可以 你應該可以了解吧 之後我在 我在 寫程式到時候會有很多行喔 你們 最起碼的了解就是 這一行 是 是 數字加起來 這一行是數字乘起來 這樣大概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第四節啊 第四小節 這個 我們來看 我們 這個 這個我們 想要做特定條件下的秒數字 我們覺得我們想求H 我們想要的是 有病人的H 那我們就必須 利用索引函數 我們必須利用索引函數 把LVD 屬於1的人 把它抓出來 欸這邊不能用 LVD等於等於1喔 還繼續結合桑傑克 我們如果LVD等於等於1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數字不一樣啊 我來這個數字 算出來多少 66.36對不對 這裡 我們來 等於等於1 算出來完全一樣 但是 這樣子 做的話 這一行跟這一行 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 數字現在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我問這裡跟這裡 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人要回答 1分 太多人了吧 好那你們三個都講好不好 來你們三個舉手都講好不好 來你們三個舉手都講好不好 差別在NA 哪一個會有NA 下面會有NA 你同意嗎 剛剛還有誰舉手 好三個 好三個都加1分好不好 好 很好 三個都加1分 我們努力的幫大家加分好不好 你們現在人那麼多 我們 這個 我剛剛不是說那個 我不是說期末作業你們最多 你們最多最多最厲害 你們頂多是拿個90分啊 我還沒有看過 有人拿超過92分的 你們現在這邊有大概50個人 每個人 要加 每個人加 我們算每個人加10分好了 你們每個人 每個人講10句話 這堂課都不用上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 讓大家多加分的機會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到時候 舉手踴躍一點 好不好 好 這個 如果直接看的話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是沒有NA的對不對 可是這樣子看得出來 NA很多對不對 所以說 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沒有NA的數字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有很多NA 好 所以說 這樣當然沒有差 但是如果NAR沒有下這個參數 就有差了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接著 Ctrl組的 就是屬於0的嘛 對不對 好 那 原來我在問下面的問題 這個 這個 結果為什麼會一致 是 所以我剛剛問的 實在問的題目 稍微有點簡單一點 這樣子啦 沒有把這個 沒有把 沒有讓大家回答到 NARM等於處 這件事情 因為剛剛我前面雖然有講 但我們後來就把他認為 那是default的參數了 對不對 好 接著 我來 如果這一串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 對不對 這一串出來就是66.4 對不對 這一串大家可以理解 15.6 好 那我們通常在表示 平均數跟表演差的時候 會用加減符號 好 這樣我可以把這兩串貼起來 所以 我這裡相當於 先輸入這個參數 痘點 加減 痘點 SD 我這樣 出來就是平均數加減 表演差嗎 可是這樣是不是很醜 小數位數有點多 對不對 怎麼辦呢 來 怎麼辦 解決的方法就是 我們這裡有個函數叫Format C Format C這個函數啊 是 如果 Format C這個函數 我們先試一下 如果他是用 這個 如果他是1.234 欸 1.235 5 8 他就四捨五入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如果我們這邊是4的話 所以這個看起來像四捨五入對不對 好 這個函數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這邊只打1.2 欸 他還是小數位數到3位喔 這樣可以吧 如果今天我用的是另外一個函數 叫RUN RUN 就是四捨五入 欸 他就直接變成1 即使我下了一個參數叫3 他最多就是捨去 他0的地方會被捨去掉 這樣可以了解 所以知道Format C這個函數在幹什麼 好 好 那 我們先把 這個東西把它存成M 我們的Format C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 66.368 好 所以說我們 如果PEST的東西是Format C Format C之後的 這個 就是結果 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 比較精簡的這個均勻數調整標準差距 為什麼要手續這個小數呢 主要是等一下我們打在圖上的時候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 來 練習3出來了 這一題值得大家用20分鐘的時間去試 欸 這題稍微難一點 所以我們會分成兩階段 就是我們在 50分的時候 我們會先教大家怎麼把底圖畫出來 所以 2點40分到2點50分的目標是把底圖畫出來 然後 接著2點50分到2點 3點的 目標是把這些 參數 把這些 點上去 好 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你現在要知道 這個 底圖就是 60 這邊就是65 這邊就是66 對不對 然後 這個 呃 我們要先把底圖畫出來 這一些 線 這些 Lengine的這些數字 我們才有可能接上去嘛 好 先請你嘗試把底圖畫出來好不好 給你10分鐘的時間 好 來 我們來教大家 畫一下底圖好了 這個 顯然這是一張長條圖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 我看 有一些人知道 看得出來這是長條圖 知道 要用barplot 可是barplot是怎麼畫的 剛剛我們畫barplot長這樣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barplot 你在丟進這個函數前 他是不是要先 把這個東西 我們先看看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來看他 這個東西等於 這個 TTT 等於 這個東西 那我們來看TT長什麼樣子 TT 好 TT就長這個樣子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barplot的TT 他畫出來是不是就長這樣 好 所以你其實需要輸入一個像這樣的一個 這個 就是你需要一個這樣子的一個data 才有辦法畫出圖 我們來試著做一些改變好了 主要說我們把TT的第一個元素改成 300 我們再看一次TT 他這邊被改300了對不對 我們再看一次barplot 是不是被改了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知道了吧 你現在需要一個 你現在你發現了這件事了嗎 你的長條圖裡面填入的物件其實是一堆數字 所以你需要把M0跟M1把它變成X M0跟M1在這裡 我們先把它複製下來 好 如果你這樣子了解了以後 那你看M0跟M1 然後你把它變成X了以後 你要把它合併起來 這個就用C這個函數就可以了 欸你這樣就可以畫 欸等一下 M1我還沒有畫 OK 好我這邊全部執行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X 把M0跟M1合起來 然後barplot 好這個我底圖就畫出來 好我們底圖畫出來以後 這個我們還有一些細節摻刷條 這邊是要到120嘛對不對 好然後這邊要有Edge LVD啊 什麼之類的 這些都是底圖需要有的東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畫到這裡為止 這就是我們底圖 好剩下就是要加料了對不對 加那些AeroBar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再給大家一些時間好不好 就是大家會畫底圖以後 自己試著 你要去貼後面的語法也可以 你可以試著最後這件事 只要你貼這一行 等一下我們就不檢討這一題囉 你可以試著你加這一行 看到了嗎 他畫出這條線 我要教大家的是說 東西就是這樣 像蓋積木這樣 一點點蓋上去這樣 大家一行行貼 不要一次把它貼完 好就這樣 好我就不帶大家貼這些語法了啦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語法是一行行地盡的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 你如果真的很想學畫出這麼漂亮的圖 這個 你就 就是 就是 可能還是要把程式語言的基礎弄好 這樣子 這真的只是範例而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第五節 這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部分 然後我會帶到一個 練習題 等一下這個練習題 我希望大家都會做 那練習題真的沒有那麼難 如果會做的就是代表 雖然前面你有很多做不出來 但是這個 你已經基本上 看得懂程式語言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這一小節 我們要教什麼啊 好我們首先 這個是我們剛剛畫散步圖的語法 對不對 畫出來長這個樣子 現在你看得出來哪邊比較密 哪邊比較稀疏嗎 你感覺出來這邊比較密對不對 可是這裡比較密 還是這裡比較密 看不出來都是黑的 那怎麼辦 我們就用空心點嘛對不對 好我們空心點 這樣就看得出來吧 好像還是看不太出來 對不對 這裡比較密還是這裡比較密 看不出來對不對 那怎麼辦 解決方法很簡單嘛 這個 我們 如果點是透明的這不就好 對不對 問題是透明的點要怎麼答 來 我們來學射碼 射碼要這樣子 這個 這個 來 這個 我們的電腦的射碼 是長成 這個 這個 錦號 FF 就代表這裡是紅色 F 就是 前面兩碼是紅 中間兩碼是綠 最後兩碼是藍 按照這裡 如果你有8碼的話 後面兩碼是透明碼 透明度這樣可以 大家注意一下色碼是16進位 0到F 所以說 紅色的上限是256 這樣可以吧 就16 其實F是15 就15乘16加15 所以是255 好 這個你們打開你們的什麼 你們應該有用過什麼WORD啊 什麼之類的吧 我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小害 PET 為什麼沒有PET啊 有這麼困難嗎 好 這個大家 這個 調色的時候 應該都有一些 經驗吧 我們來打開來看看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在這裡 覺得說 我現在怎麼這麼慢啊 好 我現在想要改色 其他色彩 自訂 這裡是不是 這邊上限就惡物啊 也不能再往上 這樣可以吧 好 紅綠藍把它組合起來 只是說 當然就是在 程式員裡面 你需要用到16進位 好 我現在有個問題啊 這個問題跟程式沒有關係 請問一下 這個 為什麼是紅綠藍啊 為什麼他們可以配出所有顏色 有沒有要回答呢 來來 很好 為什麼是三顏色是紅綠藍 為什麼不是紅黃 黃黃藍 好 加0.5分 有沒有下一個了 這個問題已經被精簡成 為什麼三顏色就是紅綠藍啊 哇靠 你們真的沒有人會啊 來請講 你講RGB跟講紅綠藍有什麼不一樣 好來來加0.5來下一個 因為螢幕發紅綠藍光 那你講的一樣啊 加0.5來 欸他講的是對的 永恩 永恩你講的非常好 可是同學講出來 你們講的是同學 你們想要講一樣話嗎 蛤 一樣嗎 你也是一樣的嗎 好你們三個加一分 好不好 後面沒有回答到 會加1分 欸你們這樣會不會 以後比較想要 不想被點到啊 欸 永恩你也加1分啦 好不好 永恩你做了一個很好的補充 等一下自己在上面 寫字啦 好不好 好 這個是 因為是 嗜椎細胞 就只有三種 受體 好不好 如果你是蝦子的話 應該會有五六種 這樣可以吧 那 所以這個 但是 反正我們是人類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我們所有看到的顏色組合 都可以這樣組出來喔 那個 沒有其他組合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這個 呃 透明度 這個就是比較 特別的東西啦 呃 這個 因為我們底色是白色 所以如果透明度 這邊 一半的透明度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看起來有點白白 實際上他可以用很多把它疊起來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來試著來做一下 來給大家一個色 欸 啊 我這邊 怎麼沒有下 顏色的指令 欸 啊我這一行怎麼沒有顏色 好啦好啦 那我們自己來下好了 這一行 這一行沒有下好指令 好這行就是跟剛剛完全一樣嘛 來我們來這邊打 Red Color 等於 好 等於Red 如果我們這樣打的時候 我們出來就是全紅的嘛 對不對 好來 緊號 FF0000 FF 這樣出來 欸 這個也是紅色喔 好 所以關鍵的透明度對不對 透明度我們來打80好了 80 欸 有一點透明對不對 可是效果不好 為什麼 因為80是半透明對不對 所以兩點他就會疊成全紅對不對 所以效果不好 那我們來少一點 10 欸效果是不是好多了 是不是 雖然這邊還是很密啦 你可以再少一點啦 你可以零五 對不對 零五這樣夠 這樣夠稀疏了吧 哇 這個看得出來吧 這邊比較 這邊最密對不對 這邊比較不密對不對 這個看得出來吧 好 可是啊 這個效果 說好的 不是非常好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都是紅色在變化啊 對不對 你這個 紅色 你能夠 眼睛能夠Sensitive 到那個範圍 就是 就是有限嘛 對不對 就是一個紅色的Range 我們 可不可以 你看 如果我們用Smooth Scatter 這個函數的話 畫出來的話 是不是看起來 欸 這看起來是不是就好看 你看 這裡是不是比這裡來的 稍微淺淺 你看這邊也看不到 而且這邊也比較明顯對不對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他用了不同顏色對不對 他是 由淺藍到黑色 對吧 他不是單純的只用一種顏色喔 他用了好幾種顏色的組合 所以才能夠組成這個樣子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今天 要來看我們的大絕招啦 來 如果你去Google這個 R Scatterplot按圖片 你就會發現 欸這圖片棒吧 這圖片不錯對不對 好 你點進來 連結在這裡喔 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 我們來看這是什麼意思 來 他說 這個我想要畫 scatterplot啊 欸 我之前畫的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很醜 欸這個跟我們剛剛畫的差不多 程度一樣 他說我看人家的paper上面 欸這個 the article in pns 這是一個 paper 就是那個 期刊 他畫這圖好漂亮喔 請問一下他怎麼畫 下面呢 給了一個 answer 請你這樣畫 好你把這一大串 貼到 語法裡面 你這樣子 貼過來 直接按ROM 你就會得到這個結果喔 好 現在請你 你直接複製貼上 你可以 你不用去剛剛那個網頁啦 你只要貼練習式的這一頁 第23頁的語法 你就可以得到這張圖囉 好 請你試著把這張圖 用自己的data 用Edge跟Hardrate 改成這個樣子 你現在知道這樣可以畫成這樣喔 請你畫成這樣 這一題應該沒有很難 你們應該 大部分的人都有機會答對 好 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 好 來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 我剛剛前面教了大家半天 我們的總驗收就在這一題上面 你 這麼多行 程式嘛 你每一行都要會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 看個大概 你絕對不可能知道這什麼Dance Color 這什麼函數嗎 他的Input跟Output你可能搞不太清楚 對不對 可是 如果你可以 你如果有能力這樣好好解讀這一行 這幾行的話 你應該感覺出來 就是 至少最後這一行我認識吧 他就會把 X1跟X2 把Data裡面的X1跟X2 把它Plot出來 對不對 所以 呃 我們只要改掉X1跟X2 這整串語法看起來就可以用 那 哪裡改X1跟X2 這裡是不是 把右邊的東西丟到左邊 把右邊的東西丟到左邊 這樣可以吧 他本來是丟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按RUN 看起來是一堆乱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Data裡面的 Age把它丟成X1 Data裡面的 Rate把它丟成X2 我們這樣子重新執行一次 你就已經得到一個幾乎一樣的東西了 好 剩下只差在 你要改這些參數 對不對 改這些參數 啊這個我其實有教過了 就在這裡 這裡其實就可以改了 好 這個顏色就跑掉了 我把Color這裡 我PCH不能重複啊 把PCH把它刪掉 好這樣就畫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 這個 我們其實今天練習了半天 這是基本功啊 好不好 這個 你沒有辦法了解每一行程式嘛 一樣是可以寫語法則 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變化 因為你不了解每一個行 你不了解每一塊積木 到底可以做什麼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預示到組合的可能性 對不對 但是你仍然可能可以寫程式 這樣可以了解嗎 那我們之後的課程 在做這個就是 在做一些數學運算的時候 裡面需要用到程式 你不用真的了解它 到底是實際上是怎麼就算 但是 整個過程 你必須大概的猜得出來 你對程式 每一行有解釋能力 這就是 機器學習遠傳法 前三節課 希望大家具備的能力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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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